各位同学 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这个单元的最后一个部分 Skala坐标系里面的工具坐标系 所谓的工具坐标系跟使用者坐标系最大的不同 就是使用者坐标系 它是固定在我们的机台置距或者是工件上面 所以它跟大地坐标系的远点的相对距离跟相对的夹角都是固定的 而工具坐标系则是会随着工具的移动或旋转而有所改变 我们根据定义的方式可以把工具坐标系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平移的工具坐标 或者是旋转的工具坐标系 那我们设定的方式一样是有两种 你可以利用图资计算之后输入或者是利用教导的方式 来完成坐标系的设定 我们在接下来要为同学介绍是教导的方式 那输入的方式当然同学可以自行计算之后输入 我们首先介绍的是平移的工具坐标系 那我们在教导这个平移的工具坐标系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方式是用多个手臂的姿态跟我们的一个特定的点位做一个接触之后 让我们得到足够的资讯由软体来做一个推算 那在我们计算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基本上这个平移的工具坐标系呢 它的Z轴还是保持垂直 也就是平行于我们机械手臂Z轴的方向 但是呢它的XY轴呢 在我们推算设定之后呢 它的XY轴就会随着我们工具旋转的时候 XY轴的方向呢就会跟着旋转 所以一旦我们移动我们的机械手臂 我们不但移动了原点 也就是工具末端的点位当作我们的原点 同时呢我们的XY轴的方向呢 也就跟着移动旋转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段影片呢 来了解这个所谓的平移工具坐标系的设定方式 以及它执行的效果 工具坐标系也是机械手臂非常好用的一种坐标定义 它定义的基础是以机械手臂加工的工具 作为运动方向定义的基础 也就是说我们会以工具的方向为轴向来移动机械手臂 所以当机械手臂的工具有所旋转的时候 坐标的X轴跟Y轴也就会跟着旋转 这跟使用者坐标系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要定义平移的工具坐标系 首先我们必须要利用适当的参考点位 然后要求我们的机械手臂末端工具 针对这个参考点位 将机械手臂逐次的移动来对准这个参考点 当这些参考点位的移动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在工具坐标系的画面 利用OpenCalibration的部分 将这些点位的坐标逐一地教导 只要提供4个以上的教导点之后 就可以利用软体来计算它的工具坐标系 让我们再重复地将这些点位重新制作一次 请不吝点赞订阅 当我们有足够的点位的时候 就可以利用计算来完成我们工具坐标系的计算 这时候我们只要再填入机械手臂弓箭的高度 根据量测大概是85mm 这样子就可以输出机械手臂的工具坐标系统 我们回到工具坐标系的画面 在这里可以看到定义了高度、宽度以及角度三个参数 当我们完成工具坐标系的设定之后 只要选择工具模式 再选择我们设定的编号 接下来就可以看到 当我们移动X轴的时候 机械手臂就会沿着工具的正前方移动 如果我们使用Y的负方向的时候 机械手臂就会沿着工具的侧方向移动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工具坐标系 而这个时候 如果机械手臂有所旋转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正的X方向依旧会往着工具正前方向移动 而Y的方向则会沿着工具的侧方向移动 这就是所谓的工具坐标系 我们可以将工具沿着Z轴旋转到任何一个方向 而机械手臂会重新调整它的X跟Y方向 来对正工具的正前方与侧方 这就是所谓的工具平移坐标系 从影片里面我们看到了平移坐标系 它的设定以及运作的效果 希望同学可以把这样子的观念 应用到机械手臂的运动规划中 相信它会发生很大的一个作用 除了平移坐标系之外 我们工具坐标系还有一种叫做旋转的工具坐标系 那我们旋转工具坐标系在设定的时候 我们一样的是要让我们工具的末端跟一个定点来做一个接触 作为我们原点的定义 接下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手臂 依照我们所想要的一个X或者是Y特定向量的方向来移动 藉由这样子的移动来定义出我们旋转工具坐标系里面的X跟Y轴的方向 那一旦完成这样子三个点位或者是向量的一个定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些资料输入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 而我们的台达机械手臂软体呢 它就会自动的去推算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工具坐标系的原点跟方向 那完成设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规划我们依据这个坐标来移动我们的机械手臂 而它会有特别的一个用途 接下来我们就请同学来观看一段我们旋转工具坐标系的设定跟它操作的结果 那相信同学呢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跟平移坐标系或者是使用者坐标系呢 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那希望同学呢可以记住这些差异或者是它的特质 那在运动规划的时候呢 就可以利用不同的坐标系呢 来规划我们机械手臂的运动 另外一个有用的工具坐标系叫做旋转工具坐标系 要建立旋转工具坐标系 我们首先要定义三个点位 而这三个点位分别是工具坐标系原点 以及正X方向的移动与Y方向的移动 我们将这三个点位输入到计算表之后 软体就会自动产生油拉角的方向调整 而定义了旋转工具坐标系的轴向 建立的方式可以利用预先教导的点位 首先让工具移动到坐标系的原点 然后将这个点位建立到坐标系的原点栏位 接下来往正X方向移动 然后将它教导到正X轴栏位 最后将机械手臂的工具移到Y方向的一个点 然后将它教导进去 一旦教导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软体计算的方式 完成旋转工具坐标系的定义 有了这个旋转工具坐标系的定义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寸动模式下 去利用旋转工具坐标系运动模式 当选择旋转的工具坐标定义后 我们来看一下工具移动 如果这个时候往Y的方向移动 我们会看到机械手臂的工具 往正Y也就是工具的侧方向移动 如果往负的方向移动 它就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移动 如果往X方向移动 我们看到机械手臂会沿着工具的轴向移动 而当机械手臂旋转一个方向的时候 这时候机械手臂的运动轴向也会跟着旋转 所以当我们往Y方向移动的时候 这时候机械手臂的Y就跟刚才的Y有很明显的不同 如果我们往X方向移动的时候 它依然是沿着机械手臂工具的轴向移动 如果我们往Z方向移动的时候 这时候它会沿着垂直工具轴的方向去移动 所以整个坐标系会随着工具旋转 当机械手臂再一次旋转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Y的方向 又跟着机械手臂工具的轴向旋转 机械手臂的Z方向仍然沿着垂直的方向在移动 而机械手臂的X方向会随着工具的轴向在移动 只要机械手臂工具旋转 整个坐标系就会跟着机械手臂工具做旋转 这就是所谓的工具旋转坐标系 我们在这个部分为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机械手臂的工具坐标系 那包含前一个部分介绍了使用者坐标系 这些不同坐标系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程式里面 做适当的一个切换运用 让我们机械手臂的运动的一个定义 更有弹性而且可以更精确的利用坐标系 来定义我们的目标点位 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方式 我们就可以规划一个完整 而且可以精确的移动我们的机械手臂 执行我们所要的运动方式 我们在这个单元为大家介绍了台达的机械手臂软体 提供我们各种不同的坐标系定义的方法 那利用这些方法 我们可以快速而有效精确的定义我们的机械手臂的运动 可以降低我们在设计程式上面的困难 所以相信同学到这边可以了解到说 要让一个机械手臂运动事实上是非常简单的 而这样正确的点位跟坐标系的定义呢 就可以让我们快速而准确的来规划我们机械手臂的运动 这样子就可以提供我们未来利用机械手臂 达到自动化加工或运动的一个基础 以上就是我们第17个单元台达机械手臂的基本的介绍 那希望同学有机会可以练习接触机械手臂的软体 进行我们实际上面的演练 谢谢大家